大家好,今天是11月28号2021年 《人研经》第189讲次 经文是在卷武303页的第五行 今天我们来讲《孙陀罗难陀》 《孙陀罗难陀》翻译成中文是叫宴席 因为他是跟他太太的姓 但是印度有很多人姓孙陀罗 有些人是跟父亲的姓 有些人跟母亲的姓 有些人就跟太太的姓 所以孙陀罗难陀是佛的弟弟 他比佛矮了四个手指头 大概两三寸 那么他跟佛长得也是很像 那欧难他是比佛矮了两个手指头 所以孙陀罗难陀 他刚开始的时候 他是不愿意出家的 那么有一天佛就那欧难 把他找来 说让他来供养佛 所以他听了之后就很高兴 就跑去佛的精神那里去等佛 等了很久佛没有来 所以他自己又走了 因为他想家里的太太 他家里面有个太太是长得非常的漂亮 他非常的喜欢她 所以当时走到半路的时候 他遇到佛了 他就赶快躲起来 躲到一棵树的后面 佛当然看到他了 佛就一个手指头把这个树一拉 把这个树就让它消失不见了 他没有办法 所以就跟佛回去了 回去之后 佛就让我难 帮他剃度 让他出家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经文 所以他刚刚跟佛出家的时候 他是守戒律 但是他修三摩地的时候 三摩地就是三三昧 空无相无愿 就是在地里面已经有一些智慧的 三摩地 他没有办法心肠散乱 就是他心里面没有办法装心 因为心里面老是想着他家里面的太太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挣到乌漏 就是乌漏就是四国罗汉 四尊教我 即居西罗 观鼻端白 居西罗是舍地佛的舅舅 因为他平常很喜欢跟别人辩论 所以呢 他也是很难专心 所以佛就教他们两个 观鼻端 就是鼻尖上面的白色 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比如说天气冷的时候 这个呼出来的气是热的 就像一层雾一样 那么久而久之呢 这层雾呢 就显出来一个白色 我出地观 今三七日 见鼻中气 出入如烟 身心内鸣 原动世界 变成虚境 犹如流离 烟相见消 鼻息成白 随他观 经过了三七二十一天 这个鼻子里面 呼出去的气 还有吸进来的气 就像烟一样 那么身心内鸣 原动世界 就是他开悟了 他的身和心 就是一片光明 他能够非常圆融的了解 动就是动策了解 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事情 这世界上面事情呢 就是一片非常干净的 就像一片玻璃一样 所以他是怎么证到这个 他就是观 呼出来的气 还有吸进去的气 他的根源 是哪里来的 所以这个气 他是本来 是清净的 本来是如来战行 所以他是观这个 他开悟的 所以烟相 见消 鼻息成白 就是这个烟的相 他把它转空了 那么烟相 没有了之后 那么这个雾 他就变成白色了 心开漏境 诸出入习 化为光明 造十方界 得欧罗汉 世尊既我 当得菩提 所以他心开 心里面就开悟了 漏境 就没有烦恼 心里面就没有东西 障碍住他了 所以他这个出入习 之间 就化成一片光明 这片光明 他能够看 光照 能够看得清楚 十方界 所以他就证得 世果诺汉 世尊既我 当得菩提 所以佛就授记他 什么时候 能够成佛 佛问元通 我以消息 西九发明 明言灭露 诗为第一 所以佛问他是怎么开悟的 那么他说他就是消息 这个呼吸的气上面 他把它转空 然后久而久之 他心里面就发现了 发明就是开悟 明元灭露 明白了元隆了之后 这个就没有漏 就是没有障碍的 所以他是在这个上面 而开悟的 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